刚才 右耳道里面 痛了一下 刚才我说到那个水位 让那个长江口外面的那个水位伸垢 伸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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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伸垢的时候好像斜着过去 一个人如果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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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碰到那个水了 这边的 伸垢 这个伸垢就是伸垢了一个 然后有了很高的水位以后 才有那个火箭才可以放到水里面冷却 因为人家发射出来的火箭是很烫的 外线把它拿下来以后放到一个地方的话 热气腾腾的话 那个比较危险 热气腾腾的话 它要放到水里冷却一下 冷却完了以后才固定到那个地方去 固定在一个地方 所以把那个水位伸垢 把长江下游的水位伸垢 伸垢以后把它卷起来 把水卷起来以后 把那个废地插到水里面 不是 火箭插到水里面冷却 冷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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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却了以后它才能进行下部的施工 这么看来它拿到了那个发烫的火箭 然后再进行下部施工 下部施工 好 知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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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再见啊 再见啊